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的講者是GIN 我們把時間交給他 請掌聲歡迎 那個 大家好 我是GIN 然後今天要為大家講一下 Linus Crano中 F2 Codal相關的實作 然後跟他怎麼解決 網路中會常常遇到一個叫Buffer Blow的問題 好 那這是今天的Outline 首先我會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之後會講一下 到底Buffer Blow這個問題是 到底是什麼問題 然後會簡單做一個DEMO DEMO如果Buffer Blow發生的話 你的網路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之後我會先講 F2 Codal的其中一部分叫做 後面的幾隻Codal 然後 介紹一下他到底在幹嘛 然後稍微講一下他的Code 然後這才進入就是 實際上F2 Codal的部分 對 然後最後做一個DEMO 就是 在啟用F2 Codal之後 我們Buffer Blow的問題會變成怎麼樣子 這樣 好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GIN 然後 現在是CNTUG的Code Organizer 也就是昨天那個 KCD議程的協辦 就是其中 其中的工作人員之一 然後現在在東京工作 然後這次回來台灣一個月參加CodeCup這樣 對 然後 常常在各種Cloud相關的 Oversource Project中打滾這樣 好 雖然這次的講題 跟Cloud好像沒有太大相關這樣 就意外看到的一個東西 覺得還蠻有趣的 來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進入正題 首先 講一下什麼是Buffer Blow 對 對 那 我推薦喜歡做英文 所以 如果大家英文看不懂的話 我 我講 我會介紹用中文講這樣 對 那 Buffer Blow基本上是 就是你的 通常是在路由器的地方 或是 有可能Switch等網路設備 然後 它緩衝了太多風暴 然後 造成 一些風暴的高延遲 那 我這裡有自己畫 畫幾張圖 來 來介紹一下 我們就想 我們的風暴是 這樣圖裡面的水 對 那個 水用頭是我們的 Client 然後我們的Client 一直送風包到你的那個 底下那個 那個水槽 那水槽是 那個 路由器中的Buffer 對 那 由於我們的 outgoing interface 就是我們對外網路 可能是對外網路 的 頻寬可能沒有那麼大 所以 在我們 呃 Client 送很多packet的時候 那個 對外網路 它只能一滴一滴的 把這些packet送出去 那 我們的Buffer就會累積越來越多 對 那這時候呢 如果 你有可能有另外一個Client 或是你有另外一個應用程式 要送其他 呃 其他packet 那這packet可能是你需要 它還有更低延遲的 那 它同樣會被丟到同一個Buffer裡面 那 通常在 呃 一般Buffer的Queuing機制 它是做FIFO 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 就是先進Buffer 它會先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後來 加進來的這些 呃 高優限度的packet 它就會 呃 被排在Queuing裡面 然後等到 底下這一堆 呃 一般的packet 或者比較低優限度的packet 跑完之後 它才會被送出去 然後 這就會造成你這些 高優限度的packet 它的延遲非常的高 因為它要等前面的packet 全部跑完之後 它才會被送出去 所以這就是 呃 Buffer的問題 那 這其實還蠻常發生的 因為通常你的內網速度 會比外網還要快 那如果 當你 使用者可能在 呃 例如說我上傳東西 要Google Drive 那我可能會影響到 呃 如果沒有開啟F24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 例如說 我可能要瀏覽網頁 那我網頁的延遲可能就會變高這樣 好 那我們 簡單做一個demo 對 然後demo source code 呃 有在GHz上 所以 最後如果 呃 會release頭影片 那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玩玩看 對 然後這是demo topology 就是 我會有 呃 四台client 就是C1到C4 然後中間用兩台router做連接 那首先我會 呃 C1對C3打Iperf 那它會走中間這個R1跟R2中間這個link 然後這個link 我特別給它限速只有 呃 100Mbps 對 那 所以這個Iperf 基本上會 佔滿了這所有 100Mbps的link 所以我們稱之為 Boutonnet link 然後此時我們會 呃C2對C4做ping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灌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對 好 那我們先進demo的部分 這個可以講嗎 這個可以講嗎 這個有聲音嗎 好像沒有 好 那首先我這裡會有一個 呃 那首先我這裡會有一個 就是寫 寫 寫 寫相關設定的一些按摩檔 好 好像有點 看不太到 好 就是我們在測試的時候我們首先會 呃 從 C1到C3做Iperf 那我們就 這個只是確定說 我們的那個 中間RN到R 確定是有被限制在100Mbps 那我們之後會 呃 Ping 呃從C2到C4做Ping 那這時候Iperf已經先砍掉了 那我們確認一下 我們Ping的latency是 是正常的 那再之後我們會 呃 通常在先開啟Iperf 那我們在關掉Iperf的狀況下 做KING 然後觀察 呃 這個KING的latency有什麼變化這樣 對 那網路的限速跟 呃 使用QDisk 呃 TCQDisk做的這樣 好 那我們 嗯 先把這個好起來 好 好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環境 跑起來之後 他會做一些先前的設定 就是設置成剛剛那個topology的樣子 那我們再跑我們的test 好 然後首先是 啊我們Iperf做 網路數的測試 那 我剛剛 我這個 剛寫的設置在50 所以大概是47左右 對 然後 他會跑屍尿 對 然後我們PIN值現在大概都在 呃 0.13 mini second 左右 好 然後我們 PIN14 那我們這時候 又開啟Iperf 那我們這次Iperf 不先把它關掉 然後再做PIN 我們發現我們的PIN值變得很高 因為我們的 呃 PIN值就剛 我們PIN的包包跟剛剛一樣 就是我們要等那些 前面Iperf RePacket 先送出去之後 才會再被送出去 所以 呃 在這個Iperf好的狀況下 它的Lens也會變得很高這樣 好 所以這就是 呃 在一般網路上 如果你的Alcoholic link不夠大的話 會常遇到這種問題 好 那接下來就進入主題 就是 呃 我們先從Codeo這個 呃 東西開始講 那如果 大家比較geek 然後喜歡看RFC的話 它是RFC8289 對 那裡面還有包含就是 呃 那些研究人員做測試 就是 為什麼他Codeo要這樣設計的一些 理念想法這樣 那 我在這方面可能不會太細講 因為那個我自己 有點看不懂 好 那 Codeo簡單來講 它是一個 Active Queue Management Algorithm 就是 呃 它要做到就是要控制整個Q的大小 就是我不希望 這個 網路的Q 呃 這個風暴的Q 變得太大 所以 它會在 它希望能做的就是我在 我的對外網路 我的Algoing Link 在能被有效利用的狀況下 那我要在適當時期可以 呃 Drop Package 讓這個Q 避免這個Q過長 那它保持在一定的大小內 對 好 欸 怎麼有點下眼 好 那 大家一般 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如果 如果不想讓Q變得更長 那我可能就是根據Q的大小來決定 我到底要不要 呃 Drop Package 但是 研究人發現就是在網路的狀況下 如果假如說你Algoing Link 頻寬足夠大的時候 那其實如果 你 呃 Client突然送了一個風暴 那 這些風暴其實很快就會被消化掉了 雖然你的Q 會在一瞬間變得很大 但是可能在 呃 隔幾秒之後就整個被消化掉了 那 這 在這個狀況下你的Q不會越變越大 所以我們其實是沒有必要去Drop Package 所以 呃 在Code的做法 它是 它會根據 呃 Package在Q裡面的時間 來 決定 我這個Q到底要不要開始Drop Package 對 所以這是跟一般大家的 知覺的想法跟我們不太一樣的地方 對 那 它的做法就是 我在Package進入Q的時候 我先註記一個 在Package上面註記一個時間 就是我 這Package什麼時候進入Q了 那 我在Package出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計算說 欸 我這個Package在Q裡面待了多久 那 如果 這個 這個時間 是大於 呃 User設定的一個Target 那 這個Q就會進入 一個叫做Dropping State 就是它就會開始 呃 持續的開始 呃 呃 對 那 這個丟封包的頻率呢 是根據一個 呃 User可以設定的Interval 然後預設好像是100ms 那 這個 呃 Drop Package的Interval 會根據 呃 先前Drop Package的數量做更改 就是 例如說這個 呃 呃 呃 直接從code看回到快 這是那個sudocode 所以呃 首先我們就會看到就是 呃 如果我們的QDelete小於 Target的話 那我們這個Q就不是Dropping State 我們就把它 它原本可能是Dropping State 那如果 它不是的話就把它 呃原本是的話 我就把它升False 因為它已經 低於這個你的Target了 那如果 它原本不是Dropping State 呃 但是它 前面 因為它已經不是 呃已經大於Target了嘛 大於Target才會跑到這裡嘛 那 所以呃 它原本不是Dropping State 那這時候就要進入Dropping State 我們就把它 呃 設成Dropping等於True這樣 那 它在剛進入Dropping State的時候 不會開始Drop Package 它會到 下一個Interval的時候 才開始Drop Package 所以 它DropNet Package的時間 就是 現在的時間 加上下一個Interval 對 那如果它原本就是Dropping State的話 代表 呃 它已經跑過前面這一段了 它已經進入Dropping State了 那 那 它的 就是DropNet Package的時間 已經 超過現在了 所以就代表 我現在該Drop 呃 丟風包了 那我就把風包丟掉 然後我風包丟的數量 呃 Counter增加 那我再計算 下一個要Drop 呃 Package的時間 那這下一個要Drop Package的時間 是 呃 現在加上Interval 再出於 呃 先前Drop Package的數量 就是 呃 大家如果對TCP有一點概念的話 就是 呃 TCP如果它發現它 Package被Drop了之後 它的Windows Size會減少 所以它就會 呃 它的速率會幫你做調整 會幫你降低 那所以當我Package rate Drop rate越來越大的話 它就會調整越快速這樣 對 它就是希望就是能調整到 跟 你的Algo in Link 能夠有效被運用的狀態 對 所以呃 如果它發現 呃 Package還是持續在被Drop的狀態的話 它的Drop rate就會越來越高 好 那剛剛那是速度的code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呃 實際的code到底是 怎麼樣的 呃 喔 會不會 好 放大一下 我偷做小筆記 好 那 我主要會講 呃 DQ的部分 就是因為 主要的Logic都是在這個 呃 DQ的部分 那 首先你會看到就是 呃 就是如果 呃 它首先會計算就是如果 這個這個Q 到底需要需要被Drop 然後存在這個 Drop的那個 這個 這個Variable裡面 然後它是一個部分這樣 對 那等一下這個 這個計算需要被Drop 我會再講 對 那剛好提到就是 如果它不需要被Drop 我就把 呃 它的DroppingState設成Vals 對 那如果它需要被Drop呢 就是 就是 呃 剛好看到就是 它的下一個時間是超過 呃 呃 就是 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那個現在需要DropHare的時間 對 然後 呃 這個ECM的部分因為比較複雜 所以這邊可以先超過 對 那 它這時候就會 呃 那個 DropHacket 這個DropFunction 顧名思義就是拿來DropHacket的 對 然後它會把它的Stats 就是剛剛提到 它會把它的Counter 增加 對 對 然後 這時候它會再計算一次就是 呃 到底需不需要被Drop 就是它會看下一個風包 它會先從Cue裡面 先D-Cue一個風包出來 然後看一下下一個風包 它到底有沒有高於Delay 那如果它下一個風包已經沒有高於Delay了 那我就離開DroppingState了 那如果有的話我就 呃 計算下一個要Drop風包的時間 對 那 這是一個WaveLoop 就是如果它一直在DropInState 然後它已經到了下一個要Drop風包的時間 它就會一直在這裡面跑 對 好 那 那 剛好提到 呃 計算是不是需要Drop的時間 很簡單 就是 呃 如果 如果它是 第一次超過Delay 剛好提到第一次超過Delay是不會Drop 所以就ReturnFalse 就是 我只是第一次而已 那如果 如果 如果它的 呃 最後它就會開始算 最後如果它的 呃 Delay是超過 那個Tiger的話 那 呃 如果是第一次我就設那個 那個什麼 喔 就是那個在Below 就是 我Delay低於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Interval 所以我就ReturnFalse 不曉得就被Drop了 那 如果是 我看一下 喔 這一段是 如果它 剛從 呃 剛超過Target 那 我就設 下一次要Drop的時間 是 現在的時間 加上我 第一個Interval 就是我設定的Interval 那 如果它 本來就已經超過了 那我就直接回 喔 我進入DroppingState 這樣 好 那 雖然剛剛的Scorecore 概念輕巧很簡單 但是其實 實際 implement起來會 比較複雜一點 那如果大家想試試看的話 呃 它是在 Enders kernel裡面 Include net 有一個 Codal Implementation.h的 這個檔案 對 看到有人要拍照 然後我就 等一下下 好 好 我的 喔 要怎麼跳回偷影線 OK 好 好 那 Codal部分大概這樣 那 FQ Codal 呃 它前面加個FQ 等一下會講 它的FQ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還好利用 Codal 這個做 這個 呃 這個 做了它的 咀嚴 那 FQ的話 它前面的 FQ是 Flo Q 那 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它會給 呃 每個 Flow 就是 我們稱之為Flow 它還自己的 有個Q 那 預設它會 呃設定 在Nas kernel中設定是 1024個Flow這樣 對 那這些Flow是怎麼會定義的呢 就是 呃 它每個 package 它進來的時候 它會根據這些資料做hashing 就是我的Source IP 跟Designation IP 然後我Source Port 跟Designation Port 還有我的Porticle Number 做hashing 那它會...這個hashing會決定 它被困在兩個floor裡面 那被困在兩個floor裡面 它就會被丟到 根據的floor 根據的queue裡面 那這每個queue都是一個codel queue 所以剛剛有提...剛剛會先講到codel的部分 對 那...它在要送封包的時候 它會根據每個floor的狀況做deflictive round robin 那...deflictive round robin的意思就是 它會給每個floor一個credit 那如果我有credit的話 那輪到我的時候我就可以丟封包 那如果我沒有credit的話 輪到我的時候我會先加credit 然後之後就會輪到下一個floor這樣 對...那等一下在code的部分可能會比較好看出來 對...然後它會... 呃...維持兩個list的queue 那我們稱之為old跟new 那等一下在code裡面會... 呃...看到就是為什麼它要... 呃...出稱兩個不同list 好... 那它是怎麼解決這個bubbleball問題呢 那...剛剛有提到它給每個floor一個queue 那...我們可以假設就是在大部分情況下 就是...我...呃...佔用大流量的應用程式 就是...它的destination IP跟... 呃...source IP或是... 呃...port number或是 protocol 跟你這些high priority應用程式 呃...送的封包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們... 兩個就會被hash中...hash進不同的flow裡面 那這些flow都有自己獨立的buffer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圖裡面 我們的...呃... 胡同的hackets跟高充度的packets 會被倒進不同的那個水槽裡面 對 然後在這個水槽裡面 就是它底下會有一個控制 就是我們的fgcordor的...呃... 的control algorithm 那...在根據the know-how的時候 它有沒有credit去做釋放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normal packet跟...呃... 我們的高充度的packets就不會被...呃... 底下...那個...右邊那個水槽裡面 一堆的normal packet給擋住 就是我在適當的時機還是會被送出去的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減少 就是我們高充度的packet的latency 對 好 好 那... 在講的部分我會分成...呃...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include的部分 在include的時候 首先我們packet進來之後 它會先...剛剛提到先做hashing嘛 那它的hashing之後會出來一個...呃...出來一個值 那我們就判斷說 呃...這個值的flow有沒有存在啊 那如果...如果它這個...呃... 指的flow已經存在了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existent queue裡面 那如果不存在的話 我們會...呃...create一個new queue 然後把這個queue放到...呃...這個queue list 中最後一個 那這個queue list是指new queue list 它還有一個...剛剛提到它有一個all queue的list 對...好... 那...我們... 同樣先看這一章的code 我來看看它在哪裡 呃... 喔...好... 好... 184行 好...就是... 顧名思義這個... function名稱都取得很好 就叫fqcode in queue 好... 所以我們在前面會先做這個... fqcode classify 這個...這個做的是就是剛剛提到hashing的部分 那它會出來一個index 然後這個index是有那個... 是有run過就是... 例如說我設定是...呃... 我在linus kernel設定是...呃... 我要1024的queue 它就會是0到...呃... 呃... 它會是1到1024的數值 對... 那0的狀況就是這個hashing有問題 所以...呃... 它就會...這個地方可以先跳過 對... 那...所以我們要把它放到flow裡面 那我們flow是...呃... 一個0到1023的...呃...array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呃... 先把這個... buffer 我們可以... 剛剛我提到它codel需要記錄它的... 進queue的時間 先把它...呃...記錄這個時間 然後之後把它丟到...呃... 這個... 這個index的flow裡面 就...我把這個...package加到這個flow裡面 對... 那這個... 這個backlog的部分是存... 就是我這個...這個flow到底有多少... 多少... 多大...多大 packet 那這個等一下會提到就是... 它在一些特定狀況下會... 開始drop packet 對... 那...如果...呃... 這個list是mp的話 那...我會把它加進...呃... 這個新的flow... 的flow chain裡面 對... 然後... 同時幫它加...呃... 一些credit 那這個credit就是... 它預設一次是加一個quantum的值 就是... 通常一個quantum的預設是... 你的mq size 例如說是1514這樣 對... 呃... 用太多memory 所以... 它在...呃... memory usage太大的時候 它會做一定的處置 呃... 對... 就在這邊 呃... 對... 就是如果你...呃... 如果你的memory usage沒有超過一定的值 或是你的quantum沒有超過... 一定的值的話 它就會...呃... return這個success的東西 那如果沒有...呃... 如果超過的話 它會進入這個叫fqcode drop的東西 那... 這個地方我在投影片裡面有提到 那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會... 跑過每個flow 然後去檢查每個flow 呃... 裡面packet的大小 然後找最大的那一個 然後把最大那個flow呢 裡面的packet 一半都drop掉 就是避免 我這個flow長...呃... 長得太大 用太多記憶體 或是超過我預定 呃... 每個queue要限制的大小這樣 對 好 對那... 呃... inqueue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呃... 怎麼用 我先回去 好 看一下dequeue 呃...dequeue就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 我在input之後 我會先 查看我new queue 裡面有沒有新的queue出現 那... 如果有新的queue的話 我就會檢查 它有沒有足夠的credit 那如果它有足夠的credit的話 我就可以deque嘛 因為它有credit 那... 就是問codel說 呃... 我這packet到底有沒有dequeue 然後codel會 呃... 如果它return packet的話 代表是 呃... 這個packet是可以被dequeue的 那如果它沒有return的話 可能是這個queue是empty的話 那... 我們預設不會先把它delead掉 因為可能很快就有新的packet進來了 所以我們會先把它移到oq裡面 對 那如果在檢查的時候發現它本來就沒有credit了 那我們就把它 呃... 把它credit增加 然後移到oq的部分 好 那如果new queue裡面沒有東西呢 那我們跟oq... 呃... 我們跟new queue一樣還是一樣會 呃... 去從oq裡面找 呃... 最前面的 然後看它有沒有credit 那如果有credit的話 一樣就 呃... 把風暴送出去 那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 如果codel發現 欸... 我這個queue可能空的 沒辦法 呃... 送風暴的話 呃... 它就會從list裡面被remove掉 那如果沒有credit的話 同樣也是 會把它加credit 然後再移到最後面 好... 那... 好像... 時間... 有點快 講快一點 好... 呃... 從... 那個... 從new flow... 那個... new flow開始找 那如果發現它這個new flow沒有東西的話 那我就把我們head設成 那個... all flow 然後如果發現all flow有沒有東西的話 代表我們就是 那個... 因為沒有flow嘛 那我們就直接return null這樣 對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會從我們的... 呃... 我們head裡面找出第一個entry 從第一個開始嘛 那... 它這個flow 如果沒有credit的話 那我就把它加一個credit 然後再移到 all flow的最後面 然後提到 那如果還有credit的話 它就... 問codel 我到底... 能不能dequeue 對... 那如果這個return 的package是有東西的話 呃... 那個... 那如果它沒有... 沒有東西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 如果它是new flow 然後它的new flow裡面是... 呃... all flow裡面不是空的 那我們就移到all flow最後面 那如果它是all flow的話 我就把它delete掉 對 好... 那我... 呃... package要送出去嘛 所以我要剪credit 那我這邊credit要剪掉 那... 最後會在那個... return我這個package 然後... 那個... liners chrono.js 負責把這個package送出去 好 好 那... 好 那... 那我們進入最後demo部分 希望時間還夠 呃... 好 那個... 首先先把... 剛剛那個destroy掉 欸 忘記它叫什麼了 我看一下那個... 啊... down 嗯 好 嗯 好 那我們看一下fqcodel的... 壓壓帽檔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地方 是我在... r1對r2的... 跟r2對r1的interface裡面 呃... 我除了限數以外 我還把它加了一個fqcodel的q 對... 那...fqcodel在liners chrono裡面 是用那個... tcqdx做設定這樣 那... 在... 在那個... r2的那個... interface好像也有加 對 那... 測試方法是跟... 剛剛一樣就是... 呃... 打iperf這樣 好... 那... 那... 我們先把這個環境跑起來 好... 好... 然後... 做測試 好... 那我們首先先檢查一下 我們的限數有work 那我們先打個iperf 好... 限數在100Mbps Mbps 那我們做PIN 發現Lens其實正常了嘛 跟... 不像剛剛bubble... 呃... 有bubble的狀況下 他的Lens其實是不正常的 那... 這是在... 還沒有iperf的狀況下 那我們這時候就把iperf開起來 那我們... 那我們開始做PIN 可以發現他的Lens 雖然稍稍有增加 但是他跟剛剛那個... 凍雜兩三百的Mbps Lens已經減少很多了 對... 那就代表你的FQcoder 在正常來運作 那你的packet不會 呃... 被在Cue裡面放很久 才會被送出去 對... 好... 喔...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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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Topology是一樣的東西 對... 那如果大家對FQcoder 更細部有興趣的話 呃... 他在寫在RFC8290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Lens Code在那個... 呃... slash net slash... s... scheduleFQcoder.c 這個... file裡面 那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 呃... 大家... 在讀的時候可以用讀一個Sorys Code這樣 會... 比較不需要翹來翹去找方權這樣 好... 那我今天的講題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找我來問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好... 再次謝謝Gin 然後我們休息五分鐘 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 可以私下請招講者 謝謝大家